因為我剛剛坐在後面發現 就是 其實 我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講師 大家可以站起來隨便坐 隨便站 就是可以站兩邊 對 然後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 OK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可以隨便站 然後 我從小 OK 雪兒 對不起 你可以聽過了 OK 我從小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 我從小到大都是最後一名 然後我媽都沒辦法說完蛋 這小孩子死定了 然後呢 她就跟我說 你要好好讀書啊 你會變得很棒很棒 我都沒有興趣 直到我媽說出來 這東西很好玩 我都點燃我的興趣 所以我說我不想參加同軍團 她就跟我說 同軍團很好玩 超級像打鬼 然後我就參加同軍團 然後呢 就是她跟我說 诶 讀書很好玩 我說讀書很無聊 她說 沒關係 我跟你講 我上大學很好玩 她覺得很多很有趣的 然後我就想說 诶 我們大學應該會很好玩 然後我畢業之後 我在畢業那時候 那一年 她是金融海校 我說我已經找不到工作 我媽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找工作很好玩 工作超好玩 你知不知道 我那些同事 非常好玩 我說好難怪 我覺得我 那時候讀書覺得不好玩 我說對 讀書不好玩 那時候騙了你 OK 我就開始去 我第一份工作在天下雜誌 第二份工作在雅虎奇摩 對 我就覺得很好玩很好玩 可是有一天 我突然覺得有一點 好像世界一直在重複 我覺得我的人生一直在做棉土的樣子 我每天都是中午要去吃火鍋飯 晚上要去吃臭豆腐 我覺得發現棉都在做樣子 我忘記我人生目標 記得我工作的目標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開始 呃 身體也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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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OK 戒毒法就是 呃 我發現 跑步這東西真的太痛苦了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的體重大概是九十 呃 八十五公斤 所以我同時看不下去 他說我要帶你跑 他要帶我去大安森林公園跑 所以我在大安森林公園跑 所以我在大安森林公園跑的時候 我發現這實在太痛苦了 因為我就是一分鐘先生 我每一分鐘都要停下來 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往前跑 我就想說為什麼沒有一個人 可以變成一個襲擊員員 在旁邊跟我講一些有趣的消耗 或是跟我講究竟有什麼有趣的電影 或是究竟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所以呢 後來我在等我太太下班的時候 太太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她動作非常慢 非常快慢 我等一下下班的時候她跟我說 她現在就要下來 結果我等了一個小時 要等一下 她就每天怎樣 我就開始從西門店 在等她的時候呢 就在旁邊發現好像 因為西門店店一直開直到 所以我在開店 就是我發現好像有個西門店開了 就往那邊跑 一跑我發現不得了 因為我在單身公園就是 每30秒會停下來 可是那一跑我竟然超過一分鐘 我就覺得這很好玩 所以我發現每一條路 都有不同的故事 而且每一條道都不同意義 所以我從來今天這條路跑 而街頭跑它最重要的一個理念 就是說你要互相的認識 你要彼此Stay Hi 你要彼此Stay Hi 我覺得數字這個東西 還是沒有意義的 真正有意義的是 是彼此的打招呼 是彼此溝通 彼此互相認識 彼此聊天 彼此真正的接觸 那才是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來街頭還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你一定只能一個人來 然後我叫70個人給你們認識 然後你一個晚上就多出二三十個新朋友 所以全切最棒的是 就是成長 可是沒有種成長 會比認識數量來得快 所以要來到焦點 焦點很棒 我看到你們很多那個 Idea 我都覺得超酷的 OK 所以對我來說 跑步是什麼 就是不是要繞圈去跑步 不是重複 生命已經每天重複 上課每天重複 聽老師講課了 受不了 所以說生命應該是充滿樂趣 應該找出你最有趣 最好玩的事 所以街頭路跑 我們理念就是 一般跑步都氣喘去去 你看我們做的照片 就是全門都是笑啊 都很瘋狂的 因為我方相信就是 我們每一週街頭路跑 它都有一個主題 然後我們理念是城市為入行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都跑 不一樣的地方 去不一樣的地方探險 那我們有另外一個禮念就是 全世界跑 大家可以站起來 隨便你站以上都可以 所以就是說 你一定要慢慢跑 你要跑比烏龜 再快一點 如果你跑得很快 你不要跑第一個 你要往最後一個跑 你不要往前跑 因為我們的生命 就叫我們要往前看 往前看生命 不會錯過太多風景 所以你要慢慢跑 你要往後看 往上看 往下看 就是不要往前看 我們已經習慣往前看二十幾年了 接下來的時間 就試著往旁邊左右看 所以我們開始有很多媒體來報導 我們像三十雜誌 因為我們辦這個路跑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發現 那時候八十幾公斤的時候 我發現 有很多公益團體去救老人 這個小狗 可是都沒有人救上班族 我覺得上班好痛苦 所以我們開始就是 每禮拜四辦街頭路跑 我們要帶這些上班族 去讓他們活出兩個生命 一個生命是他上班時候的自己 一個生命是他下班後的自己 那個生命 應該充滿貌食 應該唱馬國語倫歌 應該像探險 應該像是 應該像是 那一天那瓊子一樣 所以我們就大概開始每個禮拜四 來做了去探險 然後我們也被時報通人報導說 就是說 很好玩 因為每次我們的規定說 一定不要跑何邊 我們要跑大街小巷 因為真正美麗的風景 絕對不會是在學校潮上 真正美麗的風景 是你沒有去過的地方 在那些巷子裡 然後呢 人間福報也報導我們 就是探索監完人事 或是我們有很多路線都會被很多 不管是聯合報 或是什麼中國時報報導 然後或是我們上一些紅跑的廣播 或者上大股心的美麗 或是我們會跟一些明星一起跑 就是我們之前去 在Yahoo上面的一個活動 就帶 就是一個黃色小羊 在群台湾跑 各地跑一個黃色小羊的LOGO 所以我們讓大家看 很快就是 我們是怎麼跑 就是 我們 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活動 我直接跳過去 我時間不夠 好 所以我們現在路上跑 有很多人參加我們街的路跑 像是王立亞 或者是 魏陽俊 就是我們之前有一個活動 叫做成名在望 我們帶你去台北 是跑三家 中過最多頭獎的彩卷 對 他說他那天要翻一下 他最近前排 對 或是我們跑進去 不只這種路線 有些路線我們帶你去 這是馬克媽媽 就是我們跑去那種 華山有特區 我們跑那些 你沒有去過的地方 你沒有看過的地方 或是我們之前在Ted的活動 我們就跟大家一起做過的地方 我們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怎麼通過跑步 跑得更有趣 但是我們後來 我們就被Nike選為 是全華語地區裡面 五個跑步 跑步故事之一 我們就其中一個 他們就說 我們有關太小嗎 因為我們每次都不同的主題 可是我們每次 我們有些主題會有些裝扮 可是我們那些裝扮 並不是為了要搞笑 而是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現在每天 每個人都在裝扮 可是那個裝扮 不一定是真的 那個裝扮可能是另外一個人 可是有時候 我們要找到真的你 你可能需要去探索 那個探索不一定是成功的探索 或者是很多失敗的探索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去探索你自己 去發現另外一個人 去找到另外一個自己 對 對 這是之前那個Nike 廣告 我們跳過去 我只有三分鐘 OK 所以後來我們被邀請到 那個上海 對 上海的Apps 上海的Export 外面的一個廣告 就說 好 那就是要證明你自己可以做自己 那什麼是你 什麼是你 那個你應該是公共的探索 應該是像小黑那樣公共的探索 或者像就是 柏軒 那樣的探索 或者是像那個 跟著廚房老闆一樣這樣探索 去每一次的探索裡面 你會真正找到真正的你 那個探索需要透過很多失敗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好 歡迎你去 跑進很多失敗的路線 去找到真正的你 所以我們很多路線是這樣奔向月球 我們帶你從肚地上跑 跑上石層樓 或者是說 帶你去看台北市的銀河 你看到整個地 台北市到處都是銀河 我舉例 我們一個路線叫乘接天 就帶你去跑台北市的東西南北 然後呢 以前的老 就是一般的人都只能走南門 立正的 立正門的老百姓走 然後帶你走北門 承恩門 因為以前的關都走承恩門 承恩門叫乘接天 只有關可以走 平常都不開 但是你走過去 它就像是台北市的那個 九優十分之三月太 你走過去一切的夢想都會成真 所以我們叫大家每個人 跑過去的時候 他說你的夢想什麼 有些人說他想成為官府 有些人說他想成為太盡 有些人說他想成為太盡 有些人想成為偉才 然後想告訴我 為什麼想成為太盡 他說人生總教 有很多責任來在身上 才能力越來越大 可是這個去掃一些東西 卻能力越來越大 然後他說 因為今天我們要報什麼號碼 我就會報我的 我就會報我的 我都會報我的青春號 我的號碼 對 我們就從那個北門承恩門 跑進去 那其實這個跑步 其實我就喜歡唱這種跑步 就是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點 因為他很像在探險 然後在新的發現 所以在那過程中 你會覺得越來越興奮 其實他們一開始都很正常 只不知道為什麼越來越嗨 就是你跟你旁邊的人 在透過聊天 我們都要你彼此會跟他聊天說 你看到什麼 你發現什麼 你彼此聊天越來越來越嗨 就這個人倒過來 然後跑進去承恩門門 那你就是 你跑進去之前呢 你是平民 可是呢 你跑過去之後呢 回家變官了 所以一夜當官呢 一定是走紅 所以我們再到九號 就跑進去 對 就耶 我們今天終於成功了 然後我們還有跑一個圖形 剛剛主題有人跑一個圖形 就是跑BOOK 跑進台北書展裡面 就是見我有一個新書號碼 可以跑進去 然後當然拿著書跑 跑進去很嗨 然後把我們那個路線 因為那個是BOOK 跑這個book 然後把折成紙背機 因為書生都不跑步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路線 射給他們 對 然後大家是在新書 把導演這樣 給大家分享說 你怎麼可以跑得更快 更有想像力 不要跑超長 不要跑河 欸 那太痛苦了 對 然後我們之前有一個 跑一個love L-O-V-E love 就叫share your love 那可是為什麼跑love 是因為那個禮拜 有個塑化劑 有個塑化劑的新聞 它為了多賺幾毛錢 讓大家吃到很多塑化劑 讓我們不能生小孩 所以我們就希望 分享你的愛 你要邊跑 邊發幫忙 你要邊吃幫忙 因為愛要夠填 非常出去的 才會美麗 然後可是大家都說 台北是很冷漠 可是我覺得台北是很熱情 所以我們跑路上 都會有路人說 加油加油 我們就在那邊發幫忙 趕快來拍 我們希望做的事 是不是有沒有 我一直想做一些 就是讓自己很快樂的事 可是那些很快樂的事 它並不是能用數字很亮 不能說 十萬人參加叫很快樂 或一萬人叫很快樂 不過一個人其他都很快樂 只要做自己快樂的事情 欸 好 我們跑路上 OK 好 所以我們跑路上路心 我們有時候會畫一些圖形 像我們之前有一個圖形 叫愛心 那個圖形叫做我不忠誠 我們幫你去跑天文的忠誠路 對 但是步是跑步的步 其實那個 天文忠誠路 把忠誠路夾在中間 跑出一個愛心 把它放在心裡面 所以要你對自己忠誠 對自己信念忠誠 對自己理想的忠誠 對自己夢想的忠誠 然後呢 我們在忠誠解情禮 要跑一個叫 床生不老的玉兔 我們要跑個月球上的兔子看 讓它知道說 我們對沒有忘記它 那為什麼聽著床生不老 因為玉兔是做床生不老藥 常常就是床生不老藥掛 所以床生不老藥不是有名的 然後呢 我們在父親節跑了一個蛋糕 然後甚至我們會跑那個 沿著市民大道跑得超冷 或是我們跑了一個 21公里的愛 然後或者在寧初跑一個大小 或是我們跨年的時候 跨年的期間 要跑一個2014 就真正的跨過2014 或是我們在跨年前 我們在跨年那天跑一個101 可是有點像跑檢套 對不起 然後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跑一個101 對 然後呢 之前有學運 就是那個 Facebook上面 大家都產生那個 互相三好朋友 然後我們就跑一個和平歌 我們希望這次和平歌 我們能腳步聲地踏出和平歌 用腳去喘和平歌 然後跑出這個和平歌 送給這個土地上所有人 希望大家上街上來 然後全部人起跑真的很好玩 大家一起秀出那個 GPS路線 你會覺得超酷的 你會覺得好像 今天好像是 你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沒辦法每天出國 可是我們可以讓自己 你感覺像在寵庫 對 去重新認識這個城市 所以我們鼓勵你要往後看 這是在松山煙牆 你如果往前看 你永遠看不到 還沒那麼像曼哈頓 超酷的 很像是另外一個世界 可是如果你往後看 你會發現 這個世界好有趣 或者是說在很多裝置藝術 你可以鑽進去 這是在松山煙牆前面 一個裝置藝術 全部人進去 最近我們那個 那個晚上的主題叫做 夏夜禮 所以我們把那個 裝進去說 它那個是個太空所 全部裡面都說 遺體溝厚 所以那很好玩 你要在這個城市裡面 做一個新的東西 那其實為什麼 搬街頭路跑 是因為我之前很跑 我跑很慢 那我後來 我朋友跟我一起跑 那在跑的過程當中呢 我覺得彼此的聊天 或彼此的溝通 給彼此的鼓勵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鼓勵每一個人 這是我們之前話故事 那這女生是跑最後一個 那前面跑到人家路邊等她 我們鼓勵每個人 都成為另外一個英雄 我們鼓勵每個人 都追求有益的快樂 什麼是有益的快樂 有益的快樂就是 你的快樂會消失的 可是如果你的快樂 可以點燃另外一個人的快樂 那個就是有益的快樂 我們鼓勵你 成為另外一個英雄 變成另外一個 心中最快樂的來源 所以呢 這是之前 上上禮拜的一個World Round 他說會不能跑的人 跑 然後我們去那邊跑 所以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跑 每個人都可以找出 跑步中很多的快樂 所以我歡迎你們 趁你現在可以跑的時候 瘋狂的跑 而且我非常喜歡 一大學生運動 我覺得你們超有創意的 對 然後我歡迎大家 開始玩跑步 然後開始去 找尋最有趣的東西 我覺得你們的IT好棒 好多的創意 好多的發想 我覺得就是 開始去找尋最熱情 最有趣的東西 不用怕失敗 因為失敗它是一個 很重要的過程 它可以帶給你 很多的力量 所以我分享到清淡 再到這邊 謝謝大家 老師有問題想要問的嗎 當初是怎麼找到 那個 日同到合的人 一起做這個資訊 OK 呃 當初 我認為 一開始 一開始我在網路上面說 就是說 我發現很好玩的跑步 因為我就懂得太陽下班 我就說 那是你的名字 跑來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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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項目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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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跟我太陽說 這好好玩 結果太陽說 嗯不用不用 我很討厭跑 然後我就在網路上面說 有沒有想要跑步 我帶你一起跑 不管你家在哪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跑了一年之後 才發出那個訊息 就是說 不管你家在哪 就帶你一起跑 就慢慢開始 有一個人 我們可以跟我一起跑 然後慢慢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 五個人 六個人 七個人 八個人 就開始到一百多個人 對 所以我們就要慢慢來這樣跑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不管那個數字 也不管怎麼開始 但是玩的是 那是你心中最快樂的事 只要那是你心中最快樂的事 你就可以走得很遠很遠 對 可以 謝謝 謝謝 沒有人 之前一個人跑的時候 不會 不會 可是我一個人跑的時候 我覺得超好玩的 因為就是 就是 因為一個人跑 你會想覺得太探險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都有很多主題 就是每個主題就是我探險回來的 像我們有個主題呢 叫做 怪獸火神之夜 對 就是說我們帶你去 那個是我們一個父親節的活動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吃飯 然後如果是 正好去年一個禮拜三 是父親節 我們帶全世界最快樂的跑步 並不是Color Run 全世界最快樂的跑步 是帶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起跑 那一個跑步 就讓你帶你爸爸一起來跑 因為你不管長多 當然你都是在爸爸媽媽 心目中成小怪獸 然後火神之夜就是讓你爸爸媽媽 一個人Supron 對 所以全部人都化中成怪獸 這是一個老來子的特別活動 然後 但是就是欲強則強 然後我們帶你父母親去跑台北 是最美的大學 因為他們就是人生最美的老師 台北是最美的 就是所有的人化中成怪獸 就是 台北最美大學其實 俯人很美 可是有個市中心 父母比較好交通方便的是 師範大學 師範大學很像是英國倫敦 因為他每個門都是古董門 開的方式都不一樣 他說每個學生都像是一個不同的門 所以你開著他的方式不一樣 父母親的門很酷 可是因為我們不酷 他每個窗都是向上開 就是父母親幫我們向上提升 帶他們去跑 然後呢 就是 這就是我們路上跑 但是跑的時候就發現 這個門怎麼都不一樣 窗子怎麼都這樣 所以就去探險 去發現 就發現好多很有趣的東西 透過這樣而來 所以我一個人跑的時候 其實很快樂 可是一群跑的時候 我就很瘋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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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問問問P 我想要當粉絲 我想要講 因為我之前聽過一句話 他說 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夢想 找不到自己要做什麼 他就說 當你很痛苦很無聊的時候 做了這件事情 比如說有些人會喝咖啡 有些人會吃 想講話 就是你這輩子 我覺得 你完全就是解決這件事情 你的人生感應也在跑步 你的腦袋也在跑步 就是你的夢想在跑步 然後你有讓我們現在的心革跑步 起來了 所以我們繼續下去 OK 好 謝謝 其實我們這禮拜四有一個主題 叫做 那個 萬里跑 就是我們要帶你去台北市跳島的旅行 然後帶你去台北市找很多不同的島嶼 從敦華南路跑到敦華北 可是我們不跑路 不用跑中間的那個 樹林的沖河 它就像是綠野仙中一樣 然後就是去找人生的蓬萊仙島 對 這很好 很蠢 要花很多時間跑 可是最好玩的跑步 它永遠是最蠢的 可是就是說 有時候你喜歡的東西就是 很糟糕 就跟周星馳一一樣 沒辦法 沒救了 對 就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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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的 謝謝大家 還有 謝謝大家 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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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